我非常喜欢讲慧琳的五个自圣 慧琳是夜受金刚经后才开始 他说了何其自圣、本自清正 然后、后、本不生命,本自巨粗,本无动摇,能生万花 这个是人也听过的 我想告诉你我的创建 在20年前我已經將它用五個特定的概念來幫它重新定位 就是常諾我症二蘭加國病 常諾我症病 這個常諾我症其實是大胞裂盆經的別盆四得來的 病就是禪修禪地 即是說衛良的開悟 因為它不是學術性訓練的 它是靠它的聰明才智 但是它開悟了的本性 然後再說出來 所以這裏第一點 我想說其實本字清淨就靜 不生不滅就常 本字具足一支足就常落 本無動搖不會擺來擺就定 能生萬法 我是一個自主的主體是有創造性 所以我就可以申起萬法 這就是影響的創造性 好這句話說了我創建之後 我想說開始說下面有些回應了 好開始說 這個最精彩的 大家聽過了 神秀那首歌 《伸樹菩提樹》 《深月明鏡台》 《時時勤不適》 《莫史夜塵埃》 開始了 大家留意一下 在那個螢光幕那裏 我想說一說 《綠祖壇經》有四大版本 其實有幾百個版本 後來專家整理了出來 其實是四大主要的源流 一個是最早最早的敦王本 我們大家知道學術 最有價值的就是第一個版本 然後發展有薛松本 有慧欣本 然後現在我們真真正正大家平時讀的那一款 就是叫做中寶本 亦都叫做流行本 一句話告訴大家 不轉彎末角了 是裏面一些後世的弟子加了很多東西下去 還有修改了、揣改了 現在我想用這個敦王本 敦王本現在在哪裏呢? 給大英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就是簡稱 他全名就是大拆英博物館 現在就被英國佬搶到他們的博物館那裏 大家在這裏就想看看原文 有沒有留意呢? 我是莫死有塵埃 其實阿神秀那一手計是莫死有塵埃 莫死有塵埃和莫死野塵埃 一字之別就是千差 就是某支千里的一個字不同 因為有塵埃的有就是狀態詞 野塵埃就是自己的東西 如果是如來臟自性清淨心 怎麼會野塵埃? 如果他會野塵埃就不是如來臟自性清淨心 這是一個謀粉 當然是不行了 我想說神秀本身不是寫野塵埃 是那些慧能的弟子 在這個中保本的生改本那裏 就是生改了神秀本身的意思 但現在我再重新解釋 在下面那裏 原來神秀那一手計 是將三因佛性寫了出來的 身是菩提樹 菩提樹 菩提就是覺醒 覺醒就是覺悟 即是了因佛性 心如明鏡台 這個就是正認識識的自性清淨心 就是正恩佛性 時事勤悚師野塵埃就是實踐修行 這是原因佛性 阿神秀就是將三因佛性 然後我們需要瞭悟 然後我們需要瞭悟 好像葡提樹一樣 然後就是莫史有塵埃 莫史有塵埃是很合常理的 莫史也塵埃就是很低境界 阿神秀不是那麼低境界 說到底南能不秀 阿神秀當年也是在北方裡面 他那個佛儉修主宰了半個江山 而南邊阿慧琳的頓修主宰另一個半個江山 而神秀當時也是武則天 接了入皇宮做國師的 不是真的那麼奇怪怪的 而是那些人將阿神秀說到有這麼低 留意那四句話 把整個如來臟真常心系統佛學的中心師寫出來 我覺得厲害到不得了 他只是肯定地說 當然我們知道人家說了話 跟著你說你就有著數 你先說你當然不會有著數 你先說了 然後被人對著來打 阿慧琳只不過是將它肯定地說 變為一個否定地說 其實真正的敦王本聽清楚 不是現在我們那個版本 那裡本來沒有陰謀 本來根本就沒有這一句話 好 我們看看這個學術上面的原文 開始看了 阿慧琳其實他寫不是一手計的 是寫兩手的 是敦王本的Origin 菩提本無是名鏡 亦無台 佛聖常清靜 何處有情哀 請各位觀眾留意 阿慧琳是肯定地說 是佛聖常清靜 何處有情哀 都是用個有字的 而不是用個染字 他寫了總是兩手計 跟著又計用 深切菩提樹身為名鏡台 名鏡本清靜 何處染情哀 是用個染字 染情哀和野情哀就是不同 有情哀就是狀態詞 沒有分主動和被動 野情哀就是主動去惹犯 這當然是不夠班 當然是矛盾 阿慧琳也是寫何處染尋哀 染是主動又得被動又得 我們出去又染病 是被傳染被感染 我自己沾染一些壞習慣 主動又得被動又得 這個詞是主動又得被動又得 兩手計內 把空的警戒和有的警戒都寫出來 空了煩惱去 有佛聖常精靜 有明鏡本清靜 全部是肯定地洩 亦有亦空 而不是本來無一物 所以本來無一物 這個說法就是後來的版本 弟子自己加上去 刪改了慧琳的意思 而且我覺得刪得不好 因為這樣就變了 只不過是神秀是肯定地說 那個慧琳手計是否定地說 所以為什麼我在1999年 我管佛家哲理通識的時候 否定的否定 第一個就是當阿神秀是見山是山 阿慧琳是見山不是山 我今天可以寫是見山不是山 之後就可以見山橫是山 那我就寫了 菩提非無處 明鏡非無台 本妃無一物 何處無塵埃 這個就是我在1993年裡面 就根據《般若智》 參禅三步曲 見山是山 見山不是山 最後就是見山橫是山 所以我想說 神秀是用漸教字母的方式來教學生 這個是很平實的 他手計也很平實的 是沒問題的 是那些人後世改了之後 將他講到有這麼差的有這麼差 那又不符合歷史 那個道理又根本又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有些人的資質 正如陸祖慧琳都很明白事理 不是道理問題 是人的根器問題 人有盾 有盾和賤 盾就老盾過盾 有些人有盾 佛伯那些人就沒有所謂盾 所以人就是有聰明的人 有沒有聰明的人 對一些平實的人來說 是循序漸進修行 這根本是一個很切實的方法 因為盾我都說 盾將是給上將忠誠 最後給那些人最厲害 最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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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厲害的那些人是學的 所以這裡我今天 其實就是正正式式公佈 因為其實我很多次公開講 我都是為神秀來翻案的 不是神秀說得神秀這麼雞的 因為那些學者裡面 就是一沉就八彩 因為已經定了六祖 才是這個 慧林才是六祖 神秀當然是不行 其實說真的 就是為什麼五祖 抓六祖來夜授金剛經 因為如果你說毛的話 說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就是執毛 所以就說金剛經 為什麼慧林是到哪一句 英無所住 而身其深 英無所住就是不正 而身其深就是不捨 你是要不捨不著的境界 不是要本來無一問 不是要執空 所以為什麼 是去到這一句來開誤 從來沒有人清楚解釋 現在我就很清楚解釋給你聽 就是因為五祖都怕慧林 真的走火人魔 就以為什麼都沒有 勾銷了這些東西 就以為最高境界 其實就不是 就是 五祖就特意夜授金剛經 告訴你 其實英無所住 而身其深 為能力的東西就開不了 這個就是補充了 就是那個 因為做學者 一定要知道有不同的版本 在十年前我已經把四個版本對比 我把四個版本對比 我把四個版本連出來 就是對目標題經 這個淘汰善解的新的新解 是 陳卿的說法很清楚 又用一些文本 考據最初的版本 很清楚的說法 這一方面 我大致和陳卿看法都是火鍵略同 但是說兩句 在這裏我就覺得 為什麼有些人 把眼神不夠 解釋得這麼差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是他們 將頓和漸對立 這個我和陳卿之前都說過 這個一定有問題 你將那個漸和頓和對立 那你根本是違反 就是傳統佛教的意思 不要說違反為能的意思 就是頓和漸 天台花園都說的 不可以只是講頓 或者只是講漸 所以神秀那個 你可以說他著重講漸 可以這麼說 剛才陳卿更加用三恩佛性去講 很精彩 就是每一個 著重意思是什麼 有些是元恩 有些是了恩 有些是正恩 很精彩的說法 但是用這三恩講 其實問題都不大 因為都是著重一些 在戰術經驗的層面 我們做一些這些活動 你說叫做修辭也好 叫做功夫也好 就是有分別的 但是慧能呢 剛才陳卿正用否定 但是否定 其實一般理解 都是超越了一般的否定 所以已經有一般所理解的 所謂的否定 就是否定的意思 如果他完全否定 神秀那個 變成他是跟漸對立的一種盾 那一定是問題的 所以他的否定 其實是一種超越的意思 就是超出了一般所說的漸和盾 所以你說他好過陳秀呢 如果你說他援龍那方面 說得比較圓滿 非常不可的 不過你就說陳秀錯 他對 陳秀境界低 他境界才高呢 這個一定是問題的 另外我就知道有一種解讀 為何把陳秀講得差些呢 因為他就把陳秀的四句 我看剛才引起的四句話 無論是什麽版本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分別都不大了 沒什麽所謂 新是蒲蹄樹 新如明鏡台 這個用到是用到如呢 我見有些人就揮平陳秀 你講到蒲蹄樹 那是明鏡台 你是講一些對象 好了 事是勤不息 有也好 也好 這裏沒有陳卿那麽有一個文獻學的考據 我用一般理解 其實在這裏 在檢上高那些人 貶低陳秀 其實你說勤不息 不就是經驗活動 好像拍攝鏡一樣 你在做經驗活動 所以你是有對象化的痕跡 我見有一個批評是這樣的 其實不是說他對象化 而是有對象化痕跡 就是說你說的那種羞恥 仍然是好像一般人 帶有一般人的一些不妥當的想法 但是我這裏 我覺得有問題 比如用這種批評 你說用到蒲蹄樹 這個是好像有些實物 明鏡台有些實物 勤不息 在做經驗活動 你離不開一些東西 你就有一個對象化的痕跡 不可以完全脫離經驗的對象 但是我很奇怪 對於這個批評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傳統佛教也好 禅宗也好 經常用到經驗事物 作比喻去講佛理 這個很明顯是的 傳統固然是 禅宗的很多語錄 剛才也說過 他也有很正路 用一些象徵和比喻 象徵和比喻的分別是 比喻就是以實物去比放一些抽象的義理 象徵就簡直是用一些符號 用一些可能不是一般精度事物的東西 去做一個類比 這個沒有所謂了 即是不分都沒有所謂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用到蒲蹄樹 用到明鏡台 用到勤勤不息 是作為一個比喻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比喻都不用 你為什麼說一些是我們能夠明白的東西 所以我見到後來有些的禅宗語錄 將維林那四句這樣改 我好像納布在哪裏出的 我都不記得了 但覺得好像接近野狐善抗蟬 他說對阿神秀的四句是什麼呢 毛毛毛毛毛毛 這是第一句 第二句毛毛毛毛毛毛 第三句毛毛毛毛毛毛 最後第四句都是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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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法 如果你用剛才說話 有些人說也不明白你用 那也更好些 你說到維林真的要這樣才不著 任何對象的跡象的時候 好了是不著 但沒有人知道你講什麼 筆都沒有的時候 任何東西都不說的時候 誰明白你說什麼呢 所以這些我會覺得 已經流於野狐善抗蟬 或者剛才陳卿說的那些 胡說八步蟬 那類的 就是亂說什麼 因為怎麼會用到比喻用到象徵 是有對象化痕跡的 還不能夠離開一些現實 經驗事物的執著 這樣也很離譜 我實在覺得 比喻象徵是很多正宗的佛教 都用的一個講法 我補充這一點 或者陳卿可以再落 好吧 接著我們講完 我先回應 好 有這麼多題目 不用一次過講完 再對 再續下一次都可以 好 這就是說 你說得很對 其實人家說新育胡黎士 那些新肖胡黎士 心願和其他人 這叫文學語言 你看看 人家好像科學語言 其實這種批評叫做什麼呢 已經有了立場 然後就在這個自己既有的天見裡面 挑機打學 這句真是最精彩的 我告訴你 其實那些叫做金的廢 那些 就是 已經在歷史上 突然說 維良是綠組 所以陳秀就不行 怎麼說就不行 大家一起很高興地踩 陳秀就不行 那些學生根本沒有腦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太低倫 不說低倫學 我想說 我在1991年的時候 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這個莫史有塵埃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有敦亡本 那時候我夜幾歲 我就說 一改一個字就可以了 莫史無塵埃就可以了 那莫史野塵埃當然不行 野字是主動詞 自性清淨心的野塵埃 一撥一盆清水 怎麼會自己變自己髒的呢 把野些髒回來呢 如果是野些髒回來 怎麼會自性清淨 當然是矛盾 用野字 這個擺明就是這些 那些綠祖的弟子 其實有些文章已經說了 有些當世和唐代的時候 已經看到他們說了這樣的時候 已經說了這本中保管的綠祖壇 已經加了很多康曹 他用的名字是康曹 用現在的名字 加了很多垃圾進去 越寫越低越寫越差 就是根本就是 在當時的時候已經被人批評了 那我想說 就是莫史蒙齊哀仁德 一蒙就蒙壽 是被動性的 所以我們不要互相亂 但是我們天氣熱 但是又有原浮 又有曬太陽常常 回家去洗澡 這些去忽悉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平時的工作 平時的修行 平時的功夫 很高境界就不用洗澡嗎 我們才睡覺的 那不是很高境界 所以我們正常人 那種 時時勤不適 莫史蒙塵埃 我都覺得很不錯 但是莫史有塵埃高 亦都可以 這樣就變成了 不要冤枉人 我覺得是 好 補充完了 有一次 趙周禪師 招待一個真人 就問他 你來過我們寺院沒有? 他說來過 那就招呼他 吃茶去 沒多久 另一個來賓 又來到寺院 他說 這次就問他 他說未來過 就叫他吃茶去 他身邊那個債人 是從 就說 為何師父 來過一天吃茶去 未來過一天吃茶去 師父怎麼回答他 大家可能聽過 就是 都叫這個弟子 李刀吃茶去 那公案就完了 無厘頭 很多人就知道 說什麼 做什麼 搞什麼 平時我們不是說 有分別 沒有分別 有分別說 無分別說 波野智慧 說不說到天下無幾的理論 這個本《佛家哲理通師》 說佛教的波野智 總共說了一張 就佔了整本書的十分一 就是說你怎麼波野無分別 禪師還用這個三言兩義 就解釋了出來 一個人來 我問他 以前來過 我們的寺院 他說 就是來過了 所以叫他吃茶去 後來第二個來 他說未來過 一個未來過 又要吃茶去 那弟子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離過又吃茶去 未來過又吃茶去 這個就是分別心 就是人的分別 人家來到我順口問他 其實我都會叫他吃茶去 都是沒有分別的 是你的弟子 自己搞些事情出來 就想著我問他 這個離過 就有得吃茶去 然後未來過 可能就沒有得吃茶去 要下次來才有得吃茶去 這個是你自己搞出來 因為人家根本從來都沒有這個心 這就是分別心 分別心 分別心就是代表排斥 代表歧視 代表不圓用 代表不夠智慧 為什麼師傅叫他 他都吃茶去呢 這個你覺得很奇怪嗎 不是 只是來賓才可以吃茶去 自己人不可以吃茶去嗎 如果我再加多一句 如果我作這個公案 就作為師傅 那個弟子就問 師傅你呢 我都吃茶去 這個公案就是大團圓大結局 徒弟也可以吃茶去 師傅也可以吃茶去 外面的人味道也可以吃茶去 自己自然的人也可以吃茶去 全部都沒有分別 這個就叫做般若治 平時我們搞佛教的般若治 搞得氣都咳嗽了 又是知識論 又什麼什麼什麼 又現象又本體 搞得那些不清楚那些 就講到人不明白 才覺得自己很厲害 那些時候才覺得是 就講到佛學 講到人不明白 就覺得沒什麼料到 一般人都是這樣變態的 但是其實現在 剛才說的公案 哇 你看看 趙周潮詩 三年兩二就已經解決了 什麼叫做般若治 還有一個智慧就是 當我弟子問 師傅為什麼一個來過吃茶去 另一個沒有來過吃茶去 師傅不是回答他問題 要留意 只是叫你也是吃茶去 如果師傅回答 那其實這叫做分別 無分別 這叫做智慧什麼 那個弟子就熟悉間間 好像那些中大學生也是這樣 讀書工程很厲害 律書很厲害 但是又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嗎?那就是你嗎? 那為什麼就是代表是 因為有你的論席 很空閒 問完一個問題 給一個答案 你把我的答案變為問題 我又再回答 你再把我的答案變為問題 禅師不會被人反效為主 禅師一定是扭轉乾坤 怎麼會被這個問題帶著你的生命 所以一句你也去查去 那就完結了公案 現在我想說 為什麼禅宗 我認為阿茂先生的規篇 根本是以為人 人們都不是這樣說 只是他自己這樣說 所有禅宗 就是把你們的 複雜到無論理論 用一些很有生活的 機靈厭別的智慧 來實踐出來給你看 說完了? 陳卿很精彩 陳卿的說法 因為我待會也想說 一兩個成功案 不過我們要刁禅 陳卿過了我們那個時間 有沒有問題? 加少許時間 講完你這個答案 好 好 變成我要開我自己的檔案 有圖 變成這樣說 你不看圖 你不看圖 我公案 就是想說兩個 第一個 我想說兩句 就算了 因為陳卿都 剛才引過這個公案 就是紫月錄裏面 這個很多人都經常說 就是清源為信禅師 他有一番說話 他說是老親三十年前 未貪禅師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及之後來親見知識 有過入處 見山不是山 見水不是水 最後就是 而今得過憂缺子 依前見指是山 見山指是山 見水指是水 或者我版官曾經說 見山還是山 見水還是水 如果不了解佛理的人 當然覺得不知道說什麼 最初就說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接著說見山又不是山 見水又不是水 但最後又說見山也是山 見水也是水 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稍為有一些 法學的意理知識的朋友 都知道是對應不同的 你可以叫做境界 或者叫做身體 對應不同的道體 或者叫做 因為你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就是講俗體 就是世俗人 看這個世界 怎麼看的 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講經驗現實意思的那個山 或者那個水 但是第二個階段 就開始學佛了 了解佛理了 甚至了解佛理說的東西 是超越經驗現實的層面 如果前面那個叫俗體 那也叫真體 這個就是中觀低這樣說 所以如果了解了 知道所有山水都是原起八的 最終不是真實的 沒有自性的 所以見山不是山 見水不是水 這是在講俗體 真體 對不起 最後那個見山只是山 見水只是水 或者橫是山 橫是水 這個就不是第一個階段那個了 這個就是你了解了俗體 又了解了真體 又綜合成為中體 這個要用天台中 那些字眼是中體 又了解到 經驗世界有一般人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超經驗的世界 或者本體世界 也都有一些俗道的人看到的東西 但是大家看的東西 不是兩個世界 大家都是看到同一個世界 不過大家那個境界不一樣 所以見山還是山 見水還是水 不是說你落海經五層面 五十層面 而是你已經超越了它 去到一個就是能夠結合 軸體、真體 一個特別是中國學很強調 就是一個圓龍的境界 他剛才說是 比如天台中說 三體圓龍 反正就是講 你是無愛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這些說法 我覺得這個非常之精彩 這個是第一個公案 第二個公案 就是十牛圖 有時候都不是說 所以有些 我們經常說不可說 但是不可說就沒有任何表示 它只不過不是用語言 文字去表示 可以用別的方法去表示 甚至有一種禪的流派 就是講所謂文字時 它都是用文字 不過就是用一些 可能是文學的方式 就是像唱戲一樣唱出來之類 這個不多說 甚至這裏所謂十牛圖 這個很多講禪中的人 都會提的一個公案 就是有禪師 將追求佛的境界 那個修行的歷程 是用十個圖去表示 全部圖都是用牛 作為一個主題的 當然牛 如果又是了解傳統物學 特別是天台中講那些三輛車 最後一輛牛仔 知道那個比喻 其實是講佛教講最高的真理 牛是代表最高的真理 所以這個十牛圖 就是將人怎樣沉覓佛教講最高真理 分到十個階段 用十個圖去表示 其實只是給圖有名字 但是沒有解釋 當然後來有很多人嘗試解釋 所以只是解十牛圖 都有好幾種說法 那些我不理會了 我只是了解 他講一講 所謂十牛圖 主要的義理是講什麼 其實就好像剛才說 就是那個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這樣 不過分得仔細一點 其實這個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你分得仔細一點 和你大陸一點 那個好處 大陸一點就清楚明白一點 就是大約約 那麼仔細一點就是 要交代一些 剛才比如說 三種階段 或者三景界 可能錯過的東西 我只理解十牛圖 其實那十個圖 可以分成四類的 第一類就是起步的階段 摸索的階段 這裡包括沉謀、建跡和建牛 你又完全不知道 到你開始學乏你去了解的時候 這個就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沉謀 好像找一隻牛一樣 建跡就是 你開始看到牛的一些 現實上表現的那些跡象出來 比如它有的那些活動等等 它的體態等等 建牛就是對牛開始有誤解 你開始了解、罰理 但是熨熨熨熨熨 就會很熨熨熨熨 不清不楚那種 大大小小的這樣 那就是建牛 所以這是起步、摸索階段 進一步就是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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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歸結做正誤見聖 开始真是把我们人的佛性了解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心性 用牛图来说接着那三个图就是德牛、木牛和邪牛、龟家 德牛跟刚才那个说建牛不同 他不是闷闷闷闷闷、不清不楚 知道什么叫牛、见到什么叫牛 而是真是清楚的、了解的 好像个人明把佛理一样 或者说陈卿刚才的用语就是起码有小觉悟 知道是不理会说什么 这也叫做德牛 但是德牛之后你还要维持 这个佛教经常说你不是初步的一个觉悟 你叫对手就可以了 你什么都不做是不进一退 你会堕陷的 所以在这个以下说 你就算去到高的境界都会堕下来的 所以是要木牛 木牛等于去培养、去卫士 真是到一个地步 你久而久之就能够骑牛归家 骑牛归家就等于禅宗说的明心见识 你真是了解了佛性 到这里骑牛归家 我觉得如果用陈卿刚才说的就是大觉悟了 刚才你小觉悟 现在骑牛归家 把自己本身大觉悟了 好了 接着为什么还要再说呢 好像完了这样 你已经大觉悟了 但是这个大觉悟都是相对的 相对小觉悟叫大觉悟 因为其实禅宗 刚才我和陈卿都强调 很重视是说修识 说实识的 所以你明白了悟了的道理 不表示你就成了佛 你还要不断去做功夫 我和陈卿都认同 陈秀说的是 是是是勤不识 莫是也尘埃 莫是无尘埃 要用一些比较分别的说法 这个分别和非分别不对立 分别说法可以有一种这样的分别说法 接着就是说这些是持续做功夫的 持续去培养自己的心性的 就是亡牛传人 最后人牛驱亡 这个就好像刚才说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横是山 最后的那个境界 你去到最后的时候 首先亡牛传人 你这些怀罪对象 可能已经亡了 知道是元起 知道是正空 但是传人 我们把自己的心性 但是这样说 人和对象都是对立 所以最后就是人牛驱亡 这个就是真正觉悟 不是大小之别 甚至是真正的觉悟 甚至是真正的觉悟 不是量上 小一点大一点 而是真的可以觉悟 这个就是人牛驱亡 那就完结了 你最后都能觉悟到 真正的觉悟 但是在禅宗这里 他就要分别小成和大成 你自己的觉悟 这个不是最后的 最后还要度化众生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 所谓入前随手的图 就是我们要去到前 就是那些普通人住的地方 随手 他的意思就是要教化众生 包括去帮助他们 去接祭他们等等等等 这个才是最后一个 就是最高境界 大成那种境界 不是小成 就是声闻原觉那些 是大成屠杀的 这种境界 OK 这个我对十楼图 就是用我理解 来讲一次